所以今天是誰有高足球的問題呢? OK 好,再來介紹一下球桿 OK,好,球桿 球桿呢 好,球桿裡面我們會準備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呢? 這個就是TRIBE 1號木桿開球 它是最長頭最大的,有一點大頭陣 OK,好,拔開來 你看它的跟相較其他的球桿比起來可能它的頭很大 因為以前它是用木頭做的 在很久很久的年代久遠的過程中 它是用木頭做的 你好,我喔,大頭的啦 很久之前喔,我是插頭做的啦 後面是我們大的,冷喔 就給我注意了 但是現金呢,都已經是用鈦合金 所以你現在聽到的聲音 鈦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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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這個就是鈦金屬跟鈦面所造成的 呃,通常會有一些 現在現金的科技呢 你會看到是那個還有一個什麼 Carbon的上鈣 呃,複合式的上鈣 那球桿的介紹呢 基本上來講 現金的球桿越做打得越好打 越打越遠 所以它用這樣一些複合式的材質 組合在一起 讓桿頭更輕量化 可以產生更遠的距離 OK,好,這是木桿 然後木桿呢,又有分兩種 OK,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嘿,我的泰迪 Andy Wen 34歲 好朋友 好朋友 是一隻泰迪 所以你看到這兩個頭呢 其實 長得不太一樣大 OK,長得不太一樣大喔 好,為什麼長得不一樣大呢 因為它是球道上面要用的木桿 球道上要用的木桿 那球道上的話就是 它的意思是說 不用在梯台上面用 但它也可以在梯台上面用 譬如說我們在剛剛提到的 距離上的策略 我必須要讓我打短一些 所以相對的,有個重點 它一定打得不一定的一號木桿 所以為什麼我們球帶裡面 會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球桿 因為在騎球上的策略上 我們要使用 不是說每一棟都要打到最遠 不是,因為我們會有三桿洞 四桿洞、五桿洞 等等不同的距離設置的球道 所以我們會因應這樣的策略 造成不同的距離而來選桿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這是球道木桿 好,所以推桿 推桿就是我們在國嶺上會使用的 它比較短 然後這個球桿來講的話 它通常只會在國嶺上使用 不會在球道上使用 OK,就是推桿類 接下來就是介紹鐵桿 鐵桿類我們會分成兩大類 一個部分就是 3456789P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把它列為鐵桿 所以鐵桿類我們就把它分成為兩大類 另外就是我們在球道上三桿洞 或是在第二桿接桿的時候會使用到的鐵桿類 鐵桿類我們又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中鐵桿跟短鐵桿 那相對的也會有長鐵桿 長鐵桿打的較遠 然後中短鐵打的較短 那短鐵桿的歸類為我們就常常看到切桿 其中有一集影片我們有教到切桿如何使用喔 這就是我們的切桿 好那切桿呢 我會看到這邊有個小小的鉛片 這是我自己個人在去做配重的 那明明會每個人選手在使用的過程中 會有不一樣的手感 所以會產生不同的配重 這個小地方小細節 可能有一集我們會拍攝公榜 就是如何做量身定座 我覺得這個東西 秋葉也要非常知道 你該如何去從中選擇 你適合你自己的桿子 公欲善其事避嫌疑其器對吧 OK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再另外拍一集 好再來 基本上球袋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就把它分成五種 好那五種呢 就是Driver一類 Driver只有一隻球桿 它就Driver一號木桿 球道木桿 第二種木桿類的 把它歸類第二類 好球道木桿 再來 會有一隻 譬如說混合型的Hybrid 那我專的是用鐵桿類 OK鐵桿 所以呢我們把它歸類為鐵桿 這樣一種鐵桿類 然後呢 再來 球道木桿歸類完之後 鐵桿類之後 就是切桿它的機球距離較短的 然後歸類為一類 好再來 就是我們的 推桿 在國嶺上所使用的 好那 基本上球袋裡面 我們介紹球桿的 任何一個在打Spanel過程中呢 你們都會使用到的球距 那每一個因應你不同的距離 譬如說你在Driver使用就是 開球時有使用它 球道呢 你就會使用到 球道木桿 或者是鐵桿類 那在國嶺周圍你就會使用到切桿 國嶺上你就會用到推桿 OK 這樣介紹完畢我的球桿類啊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球袋裡面的 球桿使用的種類 那 我接下來會跟各位一一介紹 我在賽前的時候 會準備一些什麼樣的熱身的流程啊 還有在國嶺上推桿的方式啊 那切桿區會練一些什麼樣的技巧 還有沙坑 那我們把這個都是我們在賽前比賽 踢台前的一個小時 我們會利用準備的時間 來充分的讓你熱身手感 再一一做準備 那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在賽前過程中 會用到的這些球桿 它的熱身方式有什麼 你今天都學會了嗎 打高呼了沒 我們下次見喔 Let's go 打完球有沒有噴鞋子 噴鞋子 噴鞋子 就是上面會有草穴啊 泥土啊等等 剛好會有這樣的收音 因為他們打完了 然後鞋子要清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